志工们正整理所回收的自收物 各式各样的物品都一一的拆解 这也是他们每周要做的工作 里内环境整理项目之一 变卖之后的金额 再来关怀弱势或是颁发奖学金 是里内社区公益主要的来源 志工们耐心的整理 也呼吁李明能在家中先做好分类 有的人不大懂没有分类好 我们有一点困难 要玻璃瓶 铁罐 还有每一样要分好的话 我们做得比较顺 每周第一个及第三个周六 志工会进行资源回收之外 也会打扫大街小巷 当成是运动 也是卫民服务 也因为长期的付出 为社区环境奉献心力 内南里还因此荣获市政府 评选为里环境认证 五星期的殊荣 这也是里内第三度获得这项光荣 三连霸的夹击 志工的付出功不可没 左右临机带动自己来整理环境卫生 才不会有一些夏天有些病霉文之类的 这几年来都是我们要最感谢就是我们这边环保 一工志工这些的辛苦的努力 一直在陪着为着我们内南里的环境整洁 够相弄一直在做 也是为着我们内南里的居家的环境 五十多位志工分组做绿美化环境整理 里长感谢有他们的付出 获得里环境认证对大家来说是一种鼓励 也是往前迈进的一种动力 因为有你们让内南里绿意盎然 也因为节级众人的创意 美化环境而有了林里彩绘墙 也希望因此能影响更多人 整理居家环境 一起爱护美丽的家园 记者盧秀娟 新北朝阳报道